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产学营运处合作直播 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 以及脸书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蔡匡中 新的一年 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二集 111年1月11日 我们这今年的第二集 在今年是我们节目的第二年 第二年的第一个月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要来看一下 高雄或整个台湾的产业 或是全世界 到底产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在上个礼拜聊元宇宙 聊一个有点悬又不太悬的议题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 我相信今天 在今年的节目都会一直出现的议题 就是5G跟AIOT 只要也是因为 我想高雄绝对是5G的重症 我们在下个礼拜也会聊一聊碳中和 这些都是我觉得所有的产业都需要来面对 也必须要来面对 危机就是转机 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今天要聊一聊5G跟AIOT 主要是上个月 上个月 12月6号 我们在高雄 有一个开幕 总统有来的 5G 亚湾5G AIOT的一个专案 然后有一个场域 特别开幕 我知道那天真的是灌溉云集 不是总统来 经济部 交通部 国发会 通讯传播委员会 文化部等等 都有代表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亚湾 聊一聊亚湾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 亚湾5G IOT专案办公室的资深副主任 魏副主任 大家好 各位线上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湾5G IOT推动办公室的副主任 魏嘉宏 先请问一下副主任 这个单位是官方的单位吗 我们在计划办公室是由 金属中心跟工业所组成 那我们这个计划是来自于 经济部技术处 经济部技术处 所以是一个经济部 特别支持的一个单位 为了要促进亚湾 5G跟AOT可以 未来的这些发展 相关推动工作 相关推动工作 我记得亚湾这个名字 大概是这一两年出现 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副主任 亚湾这个特别是指哪一个场域 还是这个计划是有什么样的范围 包括有软体吗 包括硬体吗 还是有什么系统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可以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亚湾5G IOT创新的计划 我们在亚湾范畴 当然这个就在亚洲新湾区这边 那包含了比如说和高展馆 我们的这个软体园区 还有电竞馆 这些这些场域都是 这是现有的 对 都在我们的亚湾这个范围 是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它这个推动方法 它有很多的任务 我简单提一下我们的愿景 我们是这个整个愿景 就希望把亚湾这一区 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下世代科技的 应用的这个先驱者 下世代应用 下世代我们非常多 比如说不管是资通讯的科技 或是说我们再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愿景是 可以带领整个产业人才 可以南向 但除了这个我自己再擅自隐身 就是在讲这个人才南漂北漂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高雄现在已经是一个 越来越适合生活的环境 我们也应该想办法 让我们来高雄念书 从任何地区 任何县市来高雄念书的这个学生 或是就位学员可以留下来 真正成为我们的这个 高雄的新一代的高雄人 然后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做法 可以促使我们南北的均衡发展 所以它也属于我们国家 大南方计划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个有几个 这个通常有几个目标 当然就是要完善实证成域 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很多企业 他们有非常好的技术 可是需要非常 这个需要完整的Living Lab 来做验证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成立新创员 培育新创 我想新创绝对是台湾的 下一步经济成长动能的 最大的来源 所以这是一个目标 对 不是我们这些中刚中油 他们绝对是 所以说待会可能我们会聊到 就是说所谓以大代小 我们台湾有非常棒的成熟产业 所以大的小的都要一起发展 那我们想各有所专长 那各也有需要 这个需要其他人家帮忙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互补 以大代小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个目标是这个产业群聚 我想这个海极人才的培育 这个产业群聚 我想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 是打群架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把整个产业带进来 那人才当然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推动计划当中 人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一些做法刚刚提到 包含了园区开发 比如说我们现在高软二期也积极在规划 那智慧设施的一些引进跟补助 像刚刚您提到的NCC通传会 补助我们5G的相关的设施 那比如说国产化 绝对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再来新创链接 我们整个计划里面有新创源 亚湾新创源 我们有经过筛选 绝对不是说想进来就可以进来 那筛选非常多的新创团队进驻 那在整个场域应用 刚刚提到了 我们在亚湾有非常棒的场域 不管是高展馆 流行音乐中心 电竞馆等等 我们一些场域 能够导入5GALT相关的 这个新的应用服务 再来就是人才培育 其实就在我们亚湾 这个软泉区这边 就有一个新的人才的培育基地 那它也是只有做一些 像SR混合实性的人才的培育 那产业聚落呢 这就是我们一个重点 我们要招商引资 市府这边竹草引凤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 中央跟地方 携手合作的计划 市府打造好的一个产业环境 吸引人才来 那我们这计划的办公室 其实会像任务 我们就是去 也去找其他的 也许是国际大厂 或是台湾其他的大厂 来我们高雄投资 所以这是整个亚湾 这个计划的5GALT计划 一个road map OK 我听这个傅作这么说 我觉得也让我想象一下亚湾 除了我们想象一下 就是跟 好像离这个高雄 我们的海边 高雄港比较近 这是我们听到亚湾这个词 第一个想象 有湾这个字 然后它也有硬体 对不对 有一些建设 也有场域 这个场域包括有新创的基地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高雄展览馆 好多的这些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政府的建设 这都算是 然后还有这个促进未来发展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网路的系统 还有计划 计划场域 实证的场域 所以这些都包含在整个5G这次的亚洲新湾区的计划 是 其实上次您刚刚一开始提到 就是说我们十月六号这个算是办公室的成立的 这个opening ceremony 那这个蔡总统来 那他其实在看我们办公室 他就看个角落 他就说 能够在这无敌海景的地方 能够上班 开创新世界那太好了 他也要我们帮他留个位置给他 他觉得比总统府位置还好 应该还要放 这个view非常的好 那当然除了这天然的环境好之外 所以说才要有一个 这种才有个计划 除了硬体建设之外 来带很多软体 然后把这个一些国外的大厂 可以邀请他们过来 所以还会 不但我们自己大南方计划 还有我们新南向 还要把国外的资源 带到高雄来 不论是国外的大的企业 像我们最近也是 像Cisco 他们也有过来 那我们最近也在跟国际 我就不讲哪一家 国际晶片大厂 我们在开会 希望他们可以来高雄投资 那除了这部分刚提到新创 我们的比如说加速器 新创加速器 我们也有国外的加速器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结合在地 然后结合国际 然后我们可以一些新的科技 创造未来的一个整个计划 跟一个场域 是 所以我们叫亚洲新湾区 不是只是高雄新湾区 当然不是 我们今天要立足高雄 要至少放延亚洲 所以刚刚讲到 不只我们自己的产业要出口 国外的很多加速器 或国外很多产业 也可以进驻高雄 我觉得这边就成为一个 好像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真的达到一个港 我们高雄港 不是只是货运进出的港 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 也是一个产业 可以互通有无 可以一起发展 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听起来 这个办公室真的是任重道远 不敢当 谢谢 所以请大家多帮忙 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念新的一年 我也在问自己说 高雄的产业 如果新的一年 高雄产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这个节目 要跟大家聊什么 第一个呢 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 会聊到 就是某大这个护国神 要来高雄 恐怕是我们想要 这个今年整个非常重要一件事 我第二个觉得很重要 就是亚丸 就是亚丸 因为我看了一些新闻 特别讲到 这次的亚丸 希望用聚落带动发展 用交通连结世界 然后也用观光 创造繁荣 以行销 来支撑整个新农业 所以我觉得用聚落来带动发展 跟用交通来连结世界 这个我想就跟亚丸 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所以我觉得 这个AIoT这些部分 真的会对我们未来生活 有很不一样的 这个未来我们 这个我们这个节节节目谈了很多 这去年的一年 就让我们想象 有5G的世界会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还是可以请卫副 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在亚丸新的5G跟AIoT主要会带来什么样的技术 或者是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可不可以帮我们再更了解一下5G跟我们未来生活有什么关联 是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也许不用把5GoT想的太健身太复杂 其实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正式上演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里有空调或者办公室的空调 就可以根据外面的一些气候或是平均温度它可以设定好最舒适的温度给你 OK那当然是它有很多的感测器来感应这个外界的温度 那甚至呢它经过AI的运算可以告诉说这个时候呢可能用这个空调 应该调到什么温度是舒服的 然后我们也许躺在一个智慧的或智能的这个按摩椅上 它可以根据你的习惯调整一个你最舒服的角度给你 然后你的这个电脑它可以照你的生活作息播放一个最适合你的声音大小音乐 那这个其实这个AIoT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如果再讲的更随年就在工作当中 以前的工作或是在以前的这个工厂当中啊 每天要这个生产或是做几个产品啊 可能都是要去这个超表或是要用人工计算 现在呢也许又透过一个智慧计算盒 它就可以将你今天做的这个数量呢就可以完全上传到云端 那这时候公司或自己呢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到底今天我们生产了几个产品或是做几个加工件 那这个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 也就超表我今天做了800个 都要人工做 对我今天做了800个 然后呢就这样子 可是你经过这个一些NLT的技术可以知道说 哦我今天做800个 我是上午做200个 下午做600个吗 还是说平均分布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说 我们的工作分配 什么时候效率比较好 是 夜班的这个驾动率可能下来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这都是5G IoT的广泛应用情境之一 所以其实5G IoT听起来似乎很遥远 可是它又这么靠近我们 在我们日常生活 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都可以体验到5G IoT的科技的发展 是我想5G我们比较容易体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 大家用智慧型手机 4G 5G 这个都可以感觉到 5G这个输入会加快 这个就联动很多的产业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 因为这个网路变迅速等等 但刚刚讲到AI IoT整个就是AI跟物联网 这个万物都可以联 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独立运作的 未来其实都可以互相的成为一个系统 或者把很多资讯互相抛来抛去 然后做出很多最佳的解方 或者刚刚您讲到的很多的技术都可以升级 人不能做的 这都可以靠这个电脑 靠我们整个系统来进行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方便 不过也想请你聊一聊 我们这两年疫情 疫情对5G 或者你们在发展AIoT的时候 是不是有新的契机呢 还是变成一个 这个是利多还是利少 我想大概这个 我们这个在念书学上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需要一个 第一个模型 我记得老师第一堂叫SWAT SWAT的分析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 我想这个威胁产生的 我们大概也有时候很难去抗拒 可是我们要如果 Turning Threat into Opportunity 才是学这个SWAT的最重要的精神 很正向 所以这个疫情 当然我们是无法去抵抗的 所以说我们借由它来做一些发展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因为疫情带动所谓的 Contact的 Opportunity 就是非接触式的商机 所以现在大家就谈非接触式 你只要降低接触 你才可以降低感染的几率 OK 所以都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AGE或AMR 这个算是这个文字动搬运车 或是文字动机器人 它可以来做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某些餐厅 已经不是透过人工来上菜了 对 透过AMR去上菜 对 OK 好 那一方面呢 它是非接触式的 二方面也不得不说 以我们最近这两天看到的新闻来讲 台湾的出生率 已经是低于失望率 所以面临缺工 各行各业都面临缺工 好 那这时候呢 科技的导入 就可以来协助我们的企业 在即便在缺工的这个大环境之下 我们一样可以达到 我们原本要做的目标 甚至更多 那你在这边借此机会 跟这个学务长 跟各位观众或听众 分享的概念 就是说 人工智慧 其实智慧是在人的头脑里面 人工智慧不是要取代人工 人工智慧是要让人 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 很多人担心失业 是 很多朋友 当然失业因素很多 自己要好好努力学习 才不会失业 如果不认真上班 没有AI 你还是会被取代 那如果说 就是努力自己去提升 自己的技能 那AIOT就是让机器去做一些事情 人去做更有价值的事 什么意思呢 可以举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曾经协助的案例 就是一家自行车零组件的工厂 他们的产品是在台湾公司 可是在全世界排名大概前六名 所以实际上是表现非常好的 那他们老板也非常的认真 所以他要求所有的产品出去都要全检 全检他不是抽检 全检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人检去到最后 其实人是会累的 所以检查方面可能出一些 有时候会有LOS 他曾经因为在工厂找到一颗螺丝 表示有一个 他的产品没有放螺丝进去 他整个产线停下来 包含在路上要上货车 通通停下来 通通拿下来全检 他就找出那根螺丝 到底哪一个产品少了一根螺丝 OK 好 那这复苏非常大的代价 所以他导入了AI 人工视觉辨识系统 就由这系统来辅助 做QC的同仁 可以来多一双眼睛帮他来看 不要少零件 那一开始导入的时候 这家工厂的同仁 以为这个设备 是来取代这位同仁的 所以抗拒最利的就是这位同仁 他经过这个机器的事业 他就是经过去踹他一脚 说跟老板说老板 这个人工视觉辨识有问题 可是老板的用心是 他要用这个设备来协助这位同仁 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每一位员工都是公司的包 我们去工业区看一看 每一家公司都在征人 所以说其实现在的雇主 他几乎不太可能就是说 不珍惜员工 他也不是要取代 他是让这个5G IoT相关的 新的技术跟设备 来协助员工 是做得更好 你讲这句话 我觉得会让我们很多观众 跟听众朋友比较安心一点 而且我们要有信心 其实人工智慧 我跟大家说明 智慧绝对是在我们的人里面 是由人才能够发展出人工智慧 所以只要我们有自己的智慧 透过人工智慧 一些设备技术等等来协助我们 而不是取代我们 我想这样子就可以促进 人跟人工智慧的彼此的协作更为和谐 是 所以一方面这些AI 来帮助我们一些很机械式的 或者很精细的 从服务器很高的 人比较不擅长的 这些部分我来交给机器 或交给AI的系统来做 但是我们人再去发展其他更高层的 更棒的智慧 所以刚刚这个副作者有谈到 我们不用担心有这些AI我们就失业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 我们还是要继续精进 当然 自己不精进有没有AI都会被取代 是 但是我觉得刚刚这样讲的真的很好 就不是要来取代 而是要来真正让我们整个产业可以再往前发展 也让人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目标就会变得蛮重要的 不过刚刚也谈到这个AI 5G 感觉我们很容易跟通讯手机 这些部分我们很容易联想在一起 但我来看我们这次的新闻稿 包括我们这个5G办公室 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棒的 也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我们高雄长年都是制造业 供应链运输的重镇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发展的基础石化钢铁 我们去年一年也介绍好多高雄非常棒的产业 这些其实都需要智慧化 所以5G的这个亚洲新湾区 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看起来很传统的产业 这个是有可能在转型吗 是我可以分享两个案例 就是说刚刚您提到的制造业 其实很多人喜欢在制造业前面加两个字传统 这两个字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可以再多审思一下 其实我们去看过很多制造业工厂 它根本一点都不传统 它非常的高科技 做很棒 哇这个论点很好 不是传统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谈智慧制造 以前可能就是制造 然后这个精密制造 除了精密制造之后 精密制造其实能强调非常的精准 精密 然后这个误差很小 后来现在谈到这个智慧制造 就是要有智慧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案例跟大家报告 一个是这个扣建业 这个全国扣建业三分之一代都在我们的高雄 然后我们有443家全台湾第一的 以前他们扣建的痛点有几个 比如说设计端人员必须多次现场 讨论这个设计回馈修正等等 可是经过我们这个NROT的应用 它可以协助导入快速的协同回馈修正 我知道他们蛮需要老师傅的经验传承 之前我们有一集做扣建 谈到这个人才很难培养 所以你刚刚讲说可以利用这个技术 加速整个的经验传承 或者是把它量化 这是我想要提的第二点 就是说因为这个人才断层 所以我透过5G IoT 它可以就透过这个AR的辅助设备 可以协助这个老师傅训练年轻人员 做这个设备相关调教以及操作 这个非常的快速 那也可以快速的达到这个量产的校正 提成它的制程的管理能力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人才断层 透过这个5G IoT相关AR相关的技术可以协助 那再来就是说后勤的维修 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可能都在 比如说塞港缺货 那台湾因为疫情关系 再让台湾的制造能力本来就很强 所以这两年台湾制造也其实成长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必须说可能会有三班次 就上夜班 那这时候呢 这个如果能透过5G IoT 以前如果夜班机器出现问题 然后就停机 可是我们透过这个技术 透过AR的辅助的技术 可以及时在远端 就可以协助现场的人排出困难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扣建业 导入5G IoT相关服务 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 甚至说让他们的教育训练 或是他们的制造效率更好 所以说刚刚修长你才提到 其实现在的制造业 其实很多一点都不传统 他们做的就超乎我们想象 真的非常棒 所以说以前甚至有些人有一些什么 比较负面的形容词黑手 其实现在都是金手不是黑手 不是金手 之前我们带了台湾的制造业出去展览 没有清楚B2B的展览 这个其实现场下单 或是真的交货的情况没那么多 B2C很多 B2B就相较没那么高 可是我们带台湾的企业界 比如去新南向国家去菲律宾参展 我们那个水平消灾机械 它的现场还有所有设备一台不剩 通通被订光光 甚至还有它有曾经是这样 就四天的展览 它有几台热销机器 第一天就很多人想要把它搬走 可是不行 因为我还要继续展览 所以人家下单下了三四单 然后它从台湾出货 所以说其实台湾的制造业 以我的经验 没有错 可能有些稍微还在比较过去的思维 可是也非常多走非常前面 对刚刚提到扣建业 那第二是这个远洋渔业 这两个都是高雄非常重要的产业 那大家认为传统 我还是跟大家报 其实他们现在很多做很棒 那高雄有3400多艘远洋渔业 那占台湾这个总多分数三分之二 那么鱼产量也是占了台湾二分之一 以前他们在做这个远洋渔业 做这个渔群的探索的时候 就是要租直升机 听起来make sense 可以看到渔群嘛 可是他们每个月 这个直升机租金是六万美金 非常高一个成本 所以现在透过无人机 那无人机为什么要结合5G IOT呢 第一个就是说 透过AI的相关的辨识 可以真的找到鱼群 它可以有它的辨识的功能 然后它因为是无人机 所以成本线上非常低 那5G它的coverage也比较广 所以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之内的看到鱼群 并且做辨识之后 答应我们的远洋渔业来去捕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认为说 这个远洋渔业相较来说 好像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 也比较这个 可能对不起 我那是传统 可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导入5G IOT的协助之后 他们这个可以透过科技的帮忙 更快找到鱼群 因为这成本若没记错的话 这成本大概是传统 就是我们租用直升机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哇 差那么多 是 所以说你可以有更好的渔获 那你可以有降低更多的成本 我觉得这是科技所给各行各业带来的一些改变 是 哇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像我自己在做这个节目 真的会发现我们的科技 现在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 有些以前科技的也一直在发展 但我觉得这些年科技的改变越来越快 所以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产业也是要跟得上我们科技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科技所带来生活的改变 也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觉得以前可能十年绝对好像差不多 现在感觉十年已经不知道发展到哪里去了 是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就像我们现在轻轨 我们在软体园区站 我们有导入了轻轨防碰撞的一个solution 也是跟ALT相关它可以感测到这个轨道有义务的入侵 所以在保障我们乘客的安全 所以就是说这个科技当然听起来好像很远 可是真的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应用它就在我们身边 像我刚刚提的 我们在有些餐厅就透过这个智慧机器人 他帮我们送餐 那机器人因为降低了人与人的接触吧 就机器人可以可能三分之五分钟消毒 人如果一直消毒 或当然这个皮肤可能都会受不了 那机器人可以送餐一趟回来 就可以进行一次的消毒 甚至在这个 所以他还可以自己消毒 是啊 店下班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到特定区域 大家人都离开 他可以做也许是酒精或是紫外线的消毒 所以透过那他们也是经过非常这个 缜密的这个能工智慧城市的相关运算 所以说透过这些科技帮忙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为便利 在疫情之下也可以更为安全 是 我觉得我们聊到现在真的 可以感觉到这个新的亚洲新湾区 落脚高雄的亚洲新湾区 我觉得未来不但是有很多的场域 让我们新创可以进驻 还有很多的这个硬体的设备 包括我们刚刚讲这个5G的建制 还有很多的应用 未来都会一个一个在这个新湾区去发展 然后也带动不只是我刚刚看到的很多通讯 我们这个可以想象到了 连我们这些传统又不传统的制造业 一步步都要变得不一样 因着我们这些科技的导入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想到这个亚洲新湾区 所以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我自己觉得亚洲新湾区这个计划 才是我们高雄未来 真的要带领更多产业去改变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觉得我们待会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 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感受到 5G所带给我们的方便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 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听众朋友 轻轨拥有优先路权 其他车辆行经轻轨路段若闯了红灯 可罚三千六百元以上 一万零八百元以下罚款 红灯右转可罚一千两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的罚款哦 请大家开车上路 记得里让轻轨 我是陈其安 我是杜兴田 欢迎继续收听陪你平安回家的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大家好 我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即日起至2022年2月14日 春节入境检疫专案提供三大方案公民众选择 选择10加4或7加7方案的民众 返家居家检疫期间以一人一户为原则 同屋内若有其他的同住者 同住者需完整接种疫苗14天 且不可与聚检者接触共识 相关资讯可自机关署的网站查询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用创意点亮奇迹 用指挥成就科技 每次掌握趋势的白头 打造未来收听到雄广播 前瞻的未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 南方科技城 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们今天聊的是产业的新趋势 高雄亚湾5G AIOT 整个对高雄的影响 因为12月6号 上个月总统还特地到高雄 来为我们5G亚湾 整个办公室 还有整个园区的开幕 来致辞 我觉得代表整个国家 对于高雄产业 对亚湾的重视 那我们刚也在节目的前半段 有谈到 这个亚湾不只是场域 虽然它有场域 但是它带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多的技术 带来很多新创 带来很多的硬体软体 各式各样的配合 然后最后要让高雄的产业 整个可以发展 而且这个发展 不是只是我们想象的 AIOT 5G 这我们可以直接联想到的 这些通讯等等 不只是这些 还包括我们高雄很多的 已经在高雄发展几十年的 这些传统产业 其实这些传统产业 其实都很厉害的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传统好像代表就是黑手 那未来这个5G 这些的技术 都会帮助我们所有的产业 都提升 都一起耀劲 我觉得对高雄的产业发展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自己感觉 我刚刚也在前半段节目 有这个节目中有讲到 我说当然想到高雄产业发展 大家可能会直接想到 就是台积电要来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亚湾整个建设 会是我们高雄整个产业 再一次突破一个很大的契机 而且它的寒瓜面 可能比台积电要来还要广泛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是亚湾5G AIOT专案办公室的资深副主任 卫家宏副主任 大家好 那我们要接着来聊这个亚湾 当然这个专案办公室是 刚刚讲到是经济部技术处出钱来成立的 所以它的目的当然也要协助我们所有产业一起发展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办公室对我们民众 如果我们在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他们的产业想要来到亚湾 想要跟亚湾结合 要怎么样联络 会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如果你是企业界 我看可以用几个角度来谈 如果是企业界 那你想来高雄投资 你可以找我们 我们也可以帮你跟市府这边对接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我们高雄市政府有很多 招商引资等棒政策工具 所以要找投资也可以 是006688 可以提供很好的诱因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来高雄投资 然后你又希望你的公司的这个技术level 可以再upgrade 再往上一集的 我们这边可以来跟您一起来协助 比如说申请一些政府的研发补助计划 也许是A plus计划 产创平台的计划 我们可以跟您分享相关的申请的资讯 那甚至有需要的话 每和一些合作的伙伴 就像刚刚提到的 现在的产业界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 你想要申请一个计划 可能一家公司做不完 可是你要有一个团队来帮忙 OK 所以我们可以帮您媒合 帮您介绍一些相关领域的企业界跟您合作 好就是企业界 那如果您是新创 刚提到的我们有亚湾新创员 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八楼跟十楼 总共44个名额 可是因为工不应求啊 怎么办呢 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那市府也非常贴心 市府也在这个85大楼这边找到一个新创的场域 那因为85大楼离我们办公室很近 其实走路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而已 他们场域会在85大楼 可是我们这边亚湾的新创相关资源 相关活动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所以就说不管 而且也很近 是也很近 那我们在这个计划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是一个即将踏入职场的年轻人 那你在学校所学之外还想再学更多的 我们带有人才培训的课程 你也可以来 我想这就是老师的专长 就是说从学界还有这不同的这个 也许法人所规划一些课程彼此互补 那现在很多企业他们也投入整个人才培训的计划 是 他们就是用所谓的以战代训 也就是说他们 以战代训 对 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教育训练 好我们开个课 学生来上课 然后学一些技能 这当然是很好的做法 以战代训就是他们现在就有计划 就是这些企业界就有案子 就有产品要做了 可是他现在手中可能就希望说 藉由这个计划直接 这个请来上课的这些学生 就直接来完成这个计划 所以又透过这个实战的方式 边做边学来培养人才 然后也完成这个计划 边战边训 是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学习你的 就是精进你的个人的专长的人 也非常欢迎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来合作 所以没有任何的限制 所有公司 所有个人都可以吗 是是是 都可以跟我们洽谈 然后我们可以借接不同的资源 只要你想要在高雄 想要在亚湾 这边有你的 不管是个人职业 或是你事业的发展 我们都很非常乐意来协助 所以缺钱 缺技术 或自己有些技术想要发展 不晓得怎么发展 是 或者是人才培训 无论是要培训自己人 或者是希望外面的人才可以导入 是 都可以找你们 是的 哇 这个一站式服务啊 是 切什么你们都可以帮他切成 就是要学长提的一站式服务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那第二个任务 可能跟大家比较没有相关 可是我们也可以做分享 就是 我们就是要来了解各个部会 推动在亚湾5GLT的计划的进度 那彼此这个横向沟通连结 其实我们 如果在外面服务很清楚 就是说一家公司 最重要就是 部门横向连结是非常重要 避免重工啊 同一件事情不同部门做 那我们希望就是 这个交接计划 包含了经济部 包含交通部 包含NCCI 文化部等等 我们要办公室呢 我们也建立一个这个 跨部会沟通的平台 彼此做什么都很清楚 才不会造成说重工 或是资源的重复投入而浪费 所以这是我们重要的任务之一 行政管理 这样会让整个5G办公室 才会更有效率 是 推动比较顺畅 是 那我们刚刚讲到一个 蛮重要的范畴 就是新创 我刚刚听您讲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心动 就是说 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新创 是 你怎么会从这种角度来看呢 其实到不是说我这样的看法 但是也是 这个 透过学习当然了解 其实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中萌 张创办人 或是张博士 他之前 就之前提到 我刚刚问到对新创的看法 他说新创绝对是 台湾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契机 如果台湾每年都有一万家的新创 然后可能成功就几百家 没有错很现实很残酷 可是几百家就是台湾未来 下一波经济成长的动能 其实台积电之前 在三十几年前 从公园院Spin-Off出来 就是当时的张总市长 带队出来 他有这样子的勇气 其实在那时候呢 其实整个 这个窜环境也是很辛苦 他是应该比现在还辛苦 还没有那么多人帮他 当然 当然他最勇气出来 所以他也是 等于是新创的创业家 所以他非常清楚 所以在新创的部分 其实是 绝对是台湾的重点工作之一 新创很难 是啊 其实我们了解就是 新创大概最大的困难 就是资金技术市场 那在矽谷也有人提到 就是资金会投新创的 就三种人 三种人 他叫三个F 第一个F是Family 我想这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在创业的时候 没有钱 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一个人借一点钱出来创业 好 这个很常见 那第二个就是Friends 就是朋友 跟朋友借一下 或是几个好朋友创业 三个人凑个几十万 一百万就出来创业 那第三个F 这个主持人 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个F F 嗯 猜不出来 第三个F就是FOO 傻瓜 傻瓜 那开玩笑 用戏虐的说法 就是说会投新创的 就是傻瓜 因为新创的投新创风险非常高 是 所以就是说 投新创需要一些傻镜跟勇气 对 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 甲州新湾区的计划 会有新创源 或是说我们会有这个加速器 就是透过加速器的协助呢 我们可以找出我们这家新创公司 它的优势 甚至帮它做一些调整 也许我想新创大部分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们很有冲劲 那他们可能技术也很棒 可是呢 他们可能没有人脉 然后对商业模式不了解 对市场的了解 并没有这么透彻 所以说他们即便有资金 一开始可能都 哇这个 撞了满头包 所以就失败了 是 那这个 雅万新创源这边呢 我们有引进了7家的加速器 有国外加速器进来 然后协助他们呢 在创业过程一些帮忙 比如说 资金的对接 也许这加速器本身就是投资者 或者是说 加速器可以将这个新创 介绍给潜在的投资人 可是它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介绍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去帮这新创做一些雕塑 他这新创这个团队 他目前缺的比如说是财务专厂 OK 他们会来做一些财务的调整 他们技术是很棒 可是可能 其实市场后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看到这个以科技为核心的新创 会有一个他们的这个 不能讲毛病 一个遇到状况 我有一些盲点 对 他们技术很棒 100分的技术 好 卖100块 可在市场上呢 我这产品我只要70分的技术 那我是用你卖60块 这个时候 年轻的团队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认知 可是透过加速器 透过夜市的帮忙 就可以告诉他 当你的成品 你要在业界能够被人家交费者接受 你必须做什么样的调整 甚至有一些这个business model的调整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订阅式服务 不一定是卖段 订阅式服务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用月租的方式 像现在很多公司啊 他的公务车 几乎都不是用买的 他可能是用租的 那他有一些他的优势嘛 就是节税啊 这个抵税方面的优势 所以说这是business model的调整 所以说新创的公司 他的产品不一定是卖段 我们有看过 我曾经辅导过一家公司 他是做这个智慧医疗的 辅具相关的 给他的钱想 就卖段啊 卖个医疗院所 卖个这个股科 复健科 他可以想说先收到钱比较重要 是 那可是呢 可是他机材机很贵 可能上百万啊 OK好 那你可能的business model 我刚刚提到 他可以用月租的方式 提供给别人 那也许消费者使用了 他使用半年之后 他觉得有需要 他在采购 因为毕竟这个金额很高 所以加速器呢 他可以帮忙做这个 资金的媒合 做商机的媒合 然后甚至做一些 整个团队的整个调整 或是business model一些建议 可以让这个新创 在创业的过程 可以扫走很多冤枉路 是 哇 我觉得等到新创 这以前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 班奖典礼碰到 唐凤 唐振伟 他都跟我们开玩笑 他说 你们猜猜现在新创 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他说 就是地方的妈妈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一个妈妈 都不鼓励自己的小孩去创业 如果小孩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要去开公司 地方的妈妈 就会告诉你 千万不要 我觉得我们台湾 还是有一个氛围 就是去找一个铁饭碗 稳定就好 去考公务员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说 好或不好 但是一个国家 或是刚刚讲到 产业要发展 其实新创力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您刚提到 我们有这个亚洲 这个创新园区 我自己以前 当然研发长跟采学长的时候 有机会去国外 看一些大学 跟园区的结合 其实我那时候 有蛮多感慨的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 年轻一辈 年轻人 我们好像少了一些雄心壮志 我去挪威的时候 去奥斯陆大学 挪威的人口 大概只有五百万 去台湾我们两千三百万 其实才我们的四分之一不到 可是我在那个学校里面走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 也有一些新创的标语 他们的标语都是 Change the world 所以很多欧洲人或美国人 他们的 他们深深的觉得 他们做了一些事 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好像少了这种 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 少了这种真的是雄心壮志 另外一方面 我去了好几个大学跟园区 我发现 在国外大学跟园区的链接 非常非常的深 我们看了好多大学 他们的这个新创的一些idea 或者他们的产品 坦白说 我也真的没有觉得他们很厉害 我记得看过我们台湾很多 学校的产品 其实都有这种程度 做的东西都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 对于这样的生态系统 没有真正的搭建起来 真的很可惜 就是我们假设今天大学 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很好idea 业界不知道 或者是业界知道了 但是不敢用 或者是敢用 但是又担心很多 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没有这个氛围 但是在国外 我觉得他们公司也会觉得 我们就要去大学 去挖一些他们很好的idea 生了很多idea 现在就算不是了 我先把你买下来 哪一天我就可以用得上 或者是我就变成专利 我可以挡其他的公司等等 我觉得在国外对于这个新创 或发展新的idea 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谈到这个 未来我们也有亚洲的这个 亚湾新创源 应该也是会达到这样的功能吧 是 其实两个可以跟您 还有各位听众观众分享 第一个就是创业家精神 其实我们常听到我们上一代 就是说 一家买太早转世界 是 那当然现在这个 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值得佩服的 可是方法不定很对啦 一家买太 我们应该要做一些 更有系统性 更科学性的一些做法 然后再出去打群架 可是这个精神是值得佩服的 那提到创业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还蛮鼓励 年轻人可以创业试试看 即便失败 我觉得您所学到的东西 是你这个一辈子就是说 非常薄 对 当员工所学不到的 当然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开咖啡厅 也不是每个都适合当公共人员 可是我们希望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位置 你就像你之前 这个篮球大弟Michael Jordan 他退休去打棒球 很可惜就到3A也很棒 可是Michael Jordan就跟他去打棒球 就跟他去打篮球 OK 所以最后又回来了 是 那你适合创业的人就去创业 那当然创业不是always都有机会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创业试试看 那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有机会创业成功 你就继续做 即便失败 我觉得那是很好的经验 即便我们不适合创业 我们到公司上班 或是做一些服务 我都非常的好 非常好 我们可是可以 藉由这个人生的这个路程当中 学到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这是第一个 那电影刚刚提到就是说 国外大学跟这个企业之间 非常close 那台湾呢 我想我们常常在 不管是科学圆区或工业区 看到非常棒的企业 可是对于新创 他们心中就有个想法 就是说 哇 这建筑这么漂亮 怎么办 那我要进去找他们的谁谁谁 我该怎么办啊 那我去敲门吗 大概暂三天 不会有人理我啊 门禁森严啊 现在疫情 对 今天要登记 找谁 也不知道找谁 就没机会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政府计划 或是我们所谓 加速器育成中心的责任 这个因为像老师有很棒的 产学的这个合作经验 可以借由老师 或学校育成中心的平台呢 把这个好的产品 介绍给可能合作企业 加速器也是一样 加速器可能 这个里面的高阶员工 他一个line 就可以找到了 某一家企业的高阶主管 把新创的这个产品 可以介绍给他们 所以我想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新创的其中一项任务 就是要当做一个这个 新创就是跟这个成熟企业 跟新创之间的媒合的平台 是 我们才可以希望可以达到 这个以大代小的目标啦 彼此互补 所以你刚刚讲到以大代小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是 那像我们在高雄有几间 非常棒的国营企业 比如说中钢 中油 财电港务公司 对 其实他们现在都积极的在推 5G IOT的solution 那我们在拜访过程呢 他们也提到说 有时候他们对于这5G IOT 在他们的业务上面应用 要怎么应用 其实他们也是这个绞尽脑汁 所以 不过这几家企业 我必须称赞他们 虽然他们很大 他们一样有很开放的胸襟 所以说其实有几家 他们在去年呢 就有召开技术说明会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家公司 在5G IOT 我们要做什么事 然后我们来征案 他们把他们的整个 对外征案 对 征案 开标时程通通通都公布 所以企业界也好 新创也好 有兴趣 你就放马过来 只要你的技术够好 你的整个计划规划够棒 他们就会采购新创的服务 对 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 一起来较量 而且他们就是 把他们要做事都公开出来 那这几家公司 在他们相关领域 不只是国内 甚至国际的巧处 那如果你是要做 比如说你想要做 感悟相关的solution 那他们这个世界的经验 可以来教导这新创公司 所以这以大代小 我想不会只是说说 而是这几家公司 真的是有开放的胸襟 那也好几家都成立了 所谓5GLT的推动办公室 他们是完真的 然后也办了基础说明会 欢迎有能力的 有志向的新创 都来挑战 所以你刚刚讲说 以大代小 所以我们一般想像 就是他有一个题目出来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去竞争 反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OK 但你刚刚讲的 以大代小 这个带领 我一方面提出来的idea 最后你选上我之后 你也会带着我一起走 是 我觉得这个就很宝贵 我觉得这个国营企业 相对一般企业 让人家更为这个 老讲就感动一件事 就是说 在某一些企业 可能他是buyer 然后这些供应商 他是seller 他卖他的产品给他 那可能就是一个 有点纯粹买卖的关系 对 而且都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是 可是国营企业 和我们接触的过程 他们会把他们这些供应商 或是这个 这些新创 当作伙伴关系 他不会只是说 我给你买个东西 每天在叼你的规格 合不合 能不能做好 一直骂你 他是积极的促成 就是双方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比较好的 他不会纯粹的就是看规格 颜色对不对 他也会看 可是他更想要做的是 积极的促成这件事情 那如果这些新创 有新的idea 他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是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 像刚刚您说 他们有很大的胸襟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 是 对不对 如果都从公司内部 去找solution 我觉得有时候也比较慢 是 对不对 我就直接把这议题抛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怎么做 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会有些很好的idea 可以发挥发酵 然后最后越做越大 我知道全世界 其实蛮多的国家 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好像我知道像新加坡 他们有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局 他们每一年就会征求 各公司 你有什么议题 想要请大家帮忙 是 然后就办说明会 然后就很多人 很多新创就会想 我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让刚刚讲到这个创意跟应用 好可以 这个距离可以拉近 是 创新创业可以结合 对 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大家都在做的 我觉得尤其你刚刚讲说这个是台湾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我真的完全认同 我觉得我们台湾 坦白讲我们并不是一个靠很多矿产 我没有什么天然之类 我觉得我们最宝贵就是人才 就是人才 就是动脑的这些部分 或者我们的勤奋 这些人力 但我觉得这个勤奋当然是要有 但是我觉得未来的世界恐怕就不是只是勤奋了 是 我来变成要跟全世界竞争 我觉得这个就需要我们很多人才动脑接音 好 然后走向全世界 我觉得这种scale 而不是就留在高雄 是 努力学习是好事 当然 可是如果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前辈来带我们的话 哇 那个你看一个专家 这个 比如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台电 就举例好了 他的电业做这么棒 如果你想要在这方面 刷展你的事业 有一个 在相关领域30年的老前辈 他给你一个指导 对一个小时 可能就超过你自己在家 研究三天的一个功力 是 甚至是很多产业 比如说机械业 OK 这个老师傅做30年了 OK 他就很清楚告诉你 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他自己可能失败100次 把失败100次的这个经验 就传承给你 对 就少做很多愿望 是 所以才要以大代小 这个以大代小的精神 就是 也讲白了 这个 这个前辈失败的经验 才会是 我们下一个成功的养分之一 是 不过最后也想请您聊一聊 因为刚刚讲到这几个大企业 我觉得他们自己本身 就有很多能量 对 虽然他们要对外征求 这个新创的idea 但是自己本身 其实能量都是够的 是 可是很多中小企业 或刚刚讲到新创 是 他们怎么样可以借由您这个5G 这个IoT的办公室 或我们现在高雄 直接这个雅丸的这个计划 可不可以做点什么 或给我们高雄的中小企业 一些建议好不好 是 我想刚刚提到就是说 新创部我们谈的比较多 那中小企业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给他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刚刚提到人才 就是 我们以往的传统是公司选人 其实现在是某种程度人选公司 所以我们真的很建议就是这些 如果他现在再是传统的产业 他可以做一些他公司的一些转型 我想这个会是吸引人才的一个方法 那再来就是说 心态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公司 每家公司都要面临转型 包括他的二代接班 那推广这个 你做这个AI相关转型 绝对不是来这个取代人 是让人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心态上的调整 会是中小企业他们在做数位转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有看过一代比较保守 有看过二代保守的 也有啊 比一代保守 二代比第一代保守 真的啊 第一代七十几岁每天在前面冲 二代只想要就是 既而现在模式进行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心态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人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不管你是做什么 制造业 你的设备一台机台几百几千万 我觉得心态就是说 对人才 就对每家公司 人才才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绝对不是设备 哦 我觉得就是 常常 甚至常常我们看到一些企业主 他可能自己这个 赚了 就赚些钱 然后这种非常好的设备 可是对员工的 比如说家信有点吝啬 我们觉得就是说 你就要做一些心理的调试 才可以这个是吸引优秀人才的一个 一个关键 那刚才台道就是说5G IoT的导入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美国有一家做轴承的公司 叫Pacific Berlin Company 它在伊利诺州是北部最大的制造商 它其实这几年来 这个离止率很高 那一直在想 它是什么原因 所以它现在就是说 导入一些AR VR的工具 可以让这个经验可以传承 让员工有所成长 所以它可以能够留在这个企业里面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就是说 导入这个新的5G IoT相关技术 绝对是可以协助企业转型的一个关键 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真的可以感觉到 像科技日新月异 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前的方式 我觉得未来会有很大的挑战 而且那个挑战可能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以前我们会做一个职人 做一辈子做一个工作 我们觉得很伟大 未来恐怕这种人会越来越少 因为产业的转换太快了 那我觉得5G IoT绝对是一个 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所以它是危机也是转型 当然 如果我们没有跟着上这波的 5G这些的转型 未来我们可能就跟不上产业的发展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产业 无论是大的 中小企业的 或者是新创 我觉得我们都要好好的善用 这些科技的改变 我觉得这些改变 会是未来很大的商机 而且这些商机 就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未来的生活变得更不一样 更便利 不是要取代人力 而是要让我们人 可以做更棒的事情 更有价值的事 今天很感谢我们 今天请到我们 这个亚湾 小湾办公室的魏佳宏副主任 非常谢谢您 谢谢学部长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 在这个节目呢 今年还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产业的薪资 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 谢谢来宾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 前瞻的科技的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下周二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谢谢 南方科技城节目 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产学营运处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